颁发奖学金给予鼓励 台湾电力公司为了培植在地人才 达到用人在地化的理念 103年度就开放三个名额 给各高中职的应届毕业生报考 入选的学生不仅每学期有2万元的奖学金 毕业后接受训练 还能直接到台电台东区处上班 这次的三个名额分别由宫东高工 还有东专的学生获得 4月9号台电台东区处的处长林洪祥 还特地前往东专给予学生鼓励 希望台东的子弟能够留在家乡尽一份心力 我们台电公司希望用人能够在地化 也就是说把我们台东优秀的子弟 留在台东这边来服务 那当然就是必须要提供工作机会 那我们希望我们台东在地的这些同行们 能够朝这方面努力 进入我们台电这个大家庭 大家一体为我们台湾的官民 永续发展的一切的贡献 这样还没有毕业就有职业的好事 可不是平白得来 不仅要靠家人的支持 还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达到 得到这次奖学金 还有就业机会的同学赖冠豪 就是睡得比别人少 读得比别人多 才能够得到这次的机会 准备的过程 因为我原本我的英文能力比较差 所以很怕我的英文就是零分 零分之后就没有这个富士的资格了 所以会就相当害怕 几乎是每天几乎都是 睡觉时间都很少 就是努力地读这四科 要考试的科目 我的感觉我很高兴 我对我儿子很高兴 也感谢台电公司 还有学校校长老师的教导 因为这方面的工作他有兴趣 我们家人就支持他 尊重他的选择 不只是台电公司希望达到用人在地化 东专校长也希望学生能够在地学习 在地就业 把所学奉献给台东这片土地 我们台东专科学校 也是以这个培育东部产业人才摇览 跟建立在地关怀 技职典范为我们的愿景 台电公司这次提供这样的名额 给我们台东专科学校 冠好同学也很努力 争取到这个名额 这也符合我们所谓的在地就学 然后在地服务的一个 技职的我们想要建立的一个典范 企业的创新与永续发展需要靠人才 而人才的培育则是需要靠学校 企业与学校互相合作 才能让台东永恒发展 东台新闻范耀玲黄欣平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